客观评价习近平下 宗述 习近平和薄熙来 一 同代传承 习近平可以说是地位十分尴尬的一个皇帝 他在一开始把自己的起点定得很高 从而让自己走了备运 因为他的错误都会在他的宣传下显得格外刺眼 并且伴随着他一步步走下坡路 人们也越加感到傲丧 认为中国被他带入了一条歧路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会越发地怀旧 尤其是怀念与中国政坛失之交臂的薄熙来 他和习近平属于同辈 也曾被人们寄予过领袖的厚望 人们时常想起他的乐观和积极 认为如果他还在 中国的情况不至于此 很多人认为他运气不好 因为一些疏忽而断送了自己 以至于将高位拱手让给习近平 而每念及此 人们的惆怅都会加深 人们会通过习近平联想到薄熙来 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相识点 但是形象落差却很大 薄熙来曾是政界的明星 朝气蓬勃 口才过人 这让话不离稿 且磕磕绊绊的习近平相形见戳 薄豪迈而洒脱 喜欢与民众面对面交流 而习即便是未担任最高领袖之前 也不敢随意走到民间去 薄像一个活跃而开朗的西方政客 而习更像被体制熏陶过度 显得枯燥和刻板 不过尽管有这样的差别 他们之间却存在一种同代传承的关系 习近平在某种意义上 继承着薄熙来的衣钵 并将他的政治影响一直传播至今 从根本上来说 习很欣赏薄 不仅欣赏他的手腕 还欣赏他的个人风度 薄熙来给了他很多政治观念上的启发 并让他在政策制定上有所借鉴 首先 两人在权谋上都具备相当程度的破坏性 是那种敢于打破政党内部平衡的人 薄熙来最著名的政治遗产 就是在重庆掀起歌颂红旗的热潮 以博取政治地位 而习近平在极权之路上 也是采用像红色文化复辟的方式 为自己创造政治拥护 同时 薄熙来借以整顿风气的打黑运动 也被习近平所继承 在重庆时 薄熙来的口号是 扫黑除恶 专项行动 而习近平的口号则是 打黑除恶 专项斗争 此外 薄熙来喜好与行御手段 去打击异议人士 他曾在打黑过程中 抓捕过辩护律师和民间企业家 而习近平更是不遑多让 一举发动了 让世界震惊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大抓捕 其规模 亦远非薄熙来当年可比 而且薄熙来一度想加强对社会的监控 当时王立军计划在城市安置数百万摄像头 打造平安重庆 而这一概念被习近平所实现 他主政后急剧扩充监控规模 直至中国成为这个领域的翘楚 在世界人均电子监控数量上囊括前五的排名 而近年来 习近平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概念 实际就是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时 所提出的共赋十二条的翻版 人们看到即便薄熙来淡出了政坛 他的想法还是被嵌套进习近平的政策中 可以说在很多方面 习都是他的私疏弟子 但这种现象导致了一个直白的结论 就是认为习和博是一丘之合 两人无论谁上台都是中国的灾难 然而严格说来 两人只在维护体制上有共性 而在政治认知和个人素质上 却有着根本的差异 比如习近平刚上台时 曾有意无意地效仿薄熙来士的个人魅力 试图展现一种融贯东西的风格 但这遭到了失败 因为他并不具备相应的内涵 薄熙来深得宣传精髓 他能由内而外地散发影响力 吸引人簇拥在他身边 反而习近平过于依赖炒作 他每到地方视察 总有人生死历劫的高呼万岁 这看着更像一种讽刺 他对外宣称每天游泳 却没人见过他下水的样子 倒是薄熙来留下了赤膊上身 带着泳帽活动的照片 显然薄熙来有一种浑然自成的从容 而习近平则表现木讷 风格不明朗 所以尽管两人都豢扬网评员 但薄熙来用网军是功 习近平是首 薄稿宣传是为自己锦上添花 而习更多是为了遮丑 薄时代的网评员多少有一些文风 懂得伪装客观 但当代网评员则素质显著低下 充满谩骂和侮辱性言辞 即便是外交部都呈现出下三路的倾向 因此薄熙来的外宣能增加他的光环 而习近平的战狼外交却引发了全世界的厌恶 而且薄熙来喜欢结交文人 让知识分子为他助阵 他和江泽民这类领袖一样 有一种吸引文人的风范 因为知识分子多少带有一些风骨 容易被人格魅力所征服 而习近平并不具备这种特质 所以当他在国际上念书单时 嘲笑他最狠的就是知识分子 而这也让习更倾向于把他们当酬劳武批斗 其实对薄熙来的模仿 让习近平处于了比较劣势 会让人自然地拿两者做对比 相对来说 薄熙来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 而习近平则像一个没有特色的官僚样本 以至于到了今时今日 很多人宁愿支持在监狱中的薄熙来 也不愿意支持在龙椅上的习近平 从个人起点来说 薄熙来显著高于习近平 他得天独厚 凡事都喜欢拔得头筹 不过在专制体制下 最难容的也是这种人 就这个意义来说 习近平要更幸运一些 而这些幸运在一定程度上 是源自他的家族 在文革浪潮中 习仲勋和博一波都被打倒 博一波在1978年获得平反 习仲勋于1980年平反 两人都回到了中央 但博一波在大小事务上 都支持邓小平 而习仲勋的性格更率直一些 也不太官僚化 他在89年学朝中 未受到批判的胡耀邦仗义直言 这并不符合邓小平的意志 也造成了两个家族权位的分野 博一波一直是党内决策的重要人物 而习仲勋的成就则更多在经济建设上 习仲勋以2002年逝世 这时习近平是浙江代省长 薄熙来是辽宁代省长 但此时 薄的光芒转盛 他的家族也在为他的升迁造势 薄一波直到2007年逝世 都在为儿子的政治前途奔忙 而薄熙来敢于行为出格 也大多是由于家族的庇佑 就此来看 他收到父辈的英币 要比习近平更浓厚 而且薄家的风格较进取 习家则低调很多 且显然的习近平要比薄熙来更隐忍 相较于习 薄有一个显著烈士 就是他过于招摇 不擅长隐姓施政 而这一点习近平做得更好 他通常不把政治意图上升为明文政策 往往不露痕迹的施政 正如他唱红的声势虽大 但从不将其标榜为一项运动或政策 所以很难招致攻击 这种区别造就了他们截然不同的执政思路 习近平更倾向于传统和保守 因为他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而薄熙来作风前卫 更像一个西方式的官僚 这并不是说他的意识已经被西化 而是他看到西方社会的成熟 他并不喜欢封闭和僵化 哪怕在官方场合 他也喜欢气氛活跃 因此薄熙来制定政策比较开放 他敢于创想 也善于因地制宜 因此在大连和重庆都能成功 这段不是习近平动辄 就打造一个雄安新区所能比 他没有博那样的自信 过度的自由化会让他不安 他更倾向于政治优先 而且不敢轻易放权 所以即便他照抄薄熙来的政策 很多时候也会绞成一滩昏水 因为他会将同样的政策 演化出不同的目的 正如两人都唱红 但对薄熙来而言 这只是近身之街 他会见好就收 而习近平却打算将其作为政治常态 而在打黑上面 薄熙来很大程度是为了改善社会生态 而习近平则是要创造核心拥护 换言之 黑社会和宗教 民主人士等 并无二致 都是异端 而在经济理念上 两人更是存在根本的差异 薄熙来很重视经济 因为他清楚经济是执政之本 在这一点上 他可以局部的抛开政治立场 采取务实的态度 但在习近平这里 经济倒向是全数的延伸 他在很多概念上 效法薄熙来 但都是一种障眼法 他宣布要改善民生 平易房价 但却在上任后掀起了 最疯狂的房地产炒作 他提倡脱虚向实 但却热衷于旁视经济和资本游戏 他声称要挤泡沫 但却将债务扩张到GDP增长的两倍 并在执政的十年内 将货币发行量翻倍 更重要的是 习近平身上有个很突出的特点 就是他带着一种天生吸血的特质 他采用着高支出的治国模式 并任性地把国家当作供血机器 一旦有需要 他就会向社会抽血 他把创造力都用在了发明政策上 而这些政策只是为了变相地收割财富 相对而言 薄熙来虽然手腕粗放 但绝不会破坏经济根基 他懂得如何去创造一种经济常态 而这正是习近平难以领会的一点 他无法探究薄熙来政策的内核 也难以在自我需求与现实环境中取得一个平衡 很多人一直相信 薄熙来比习近平更适合主政中国 虽然共产党不一定喜欢博的方式 但他形势更理性 经济思路更成熟 他不会把政治运动升级 而习近平则存在这种风险 而且薄熙来比较重视底层的生息 他的政策多少能让社会羽露均沾 虽然他同样是体制的捍卫者 但他会保留社会的活力 而不是像习那样从上至下的搜刮 让人难以喘息 在习近平来说 他对薄熙来态度正和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一样 他既佩服这个人 又担忧他的影响力 博的声望曾一度超越国家最高领导人 并受到广泛的拥护 无论在民间还是官僚系统中 他的影响力都没有消失 而审视今日的局面 不免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怀念他 而这更让习近平感到戒怀 在薄熙来倒台后 习高调宣扬红色文化 其中多少存在着与其争夺红色遗产的意图 正如他在疫情期间争夺抗议指挥官的称号 同时他极力消除这波执政时的痕迹 他拆除了大连的华表 废除了女骑警 并撤掉了重庆的教寻警平台 不过他最难清除的 还是自己身上那层薄熙来的影子